灰色軍艦停在港口,大批海軍在港口爭相拍照 印度在週五展示他們第一艘國產航空母艦 維克蘭特號 耗時17年,投入30億美元 折合台幣約918億元的資金打造 維克蘭特號讓印度成為繼英國和大陸後 過去三年內第三個成功打造國產航艦的國家 新加坡媒體報導 這艘航艦可容納大約1600名機組人員和30架艦載機 包括二制的米格29K戰機 維克蘭特號艦長約260米,寬60米 滿載排水量約4萬噸 最高航速28節 可持續航行發潛海禮 外界認為印度會想制自航艦就是衝著中共來 但共軍根本不屑 央視特別做了一段影片 上面標題還大大嗆了 維克蘭特號救世燒船 對共軍來說沒有威脅性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提高 加一聲